古罗马用笔赞决定角斗士的生死 古罗马时期,观众透过竖起大拇指来决定角斗士的生死 如果观众竖起拇指,角斗士就能逃过一死 若观众拇指朝下,则必须接受死亡的到来 然而你知道吗?这其实是错误的 学术界的观点普遍认为 其实拇指朝下表示战败的角斗士打得精彩 因此可以活命,同时也表示放下刀剑的意思 相反的,如果观众将拇指朝上 就代表观众觉得打得不好,要求处决他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呢? 据说是因为一名法国画家的错误所导致的 他在1873年画了一幅名为Police Verso的画 在里面他错误的将拉丁文的Verso Police误解为拇指朝下 但其实拉丁文的Verso是翻转的意思 因此,他画了这幅画,里面观众们纷纷将拇指朝下 而战败的斗士也被胜利者杀死 由于这幅画太有名了 使得大家误以为拇指朝下是不好的意思 喜欢的朋友记得按赞加订阅哦